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达米安琼斯在首轮第三时顺位被勇士队选中 这个赛季是琼斯职业生涯的第三个赛季 这赛季他的薪资为154万美元 勇士执行琼斯球队选项之后 下个赛季他的薪资将达到230万美元 勇士队本可以不执行琼斯的球队选项 如此一来 他们会在未来拥有更大的薪资空间 但是那会让琼斯在明年夏天成为一名不受限制的自由球员 见识 勇士队将无权匹配琼斯的报价 勇士对于琼斯新赛季的表现非常的满意 新赛季开始之后 琼斯场均出价16.9分钟 可以得到6分2.4个篮板 投篮命中率高达77% 值得一提的是 新赛季开始之后的8场比赛 琼斯全部都担任首发 而上个赛季 琼斯一共只为勇士队打了15场比赛 场均只能得到5.9分钟的上场时间 拿到1.7分0.9个篮板 勇士队让琼斯出热球队的首发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新赛季开始之后的几场比赛 他们一直都面对的是有高到中锋的球队 比如说俄克拉和马雷廷队的亚当斯 军事队的戈贝尔 还有绝金队的约基奇 与此同时 勇士队也满意琼斯的运动能力 还有防守能力 他给球队带来了篮筐保护能力 当然 琼斯的身上 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犯规危机 勇士队一直都在向琼斯抢掉减少犯规 还有保持交流的重要性 不过 勇士队相信 琼斯能够改善这些问题 这个赛季 勇士队支持了他处利亚还有麦基 而全明星中锋考心思 目前仍然处于脚上状态 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 勇士队表示 他们不急于让考心思回归 而即便是考心思回归 琼斯也能在把邓席上扮演重要角色 各方 来吧 来吧 这下边